A.S.C.P.001,The Gate Guardian,首门者,项目等级,Eucaly,Keter,偷送措施 由A.S.C.P.001的特性,任何监禁措施都是不必要的 对A.S.C.P.001的不间断监控,必须在预定地点、塞灵以外的安全距离 10公里以上持续进行 塞灵的位置只有当前的S.C.P.总管理员和一位被指派从塞灵监视S.C.P.001的 信仰亚伯拉罕信仰的监察者及探员O-54所知晓 这位探员被授权当S.C.P.001开始活动时,采取任何必要手段 并且需要当S.C.P.001的行为出现任何变化时 立即警告总管理员和其他监察者及探员 因为这可能导致Petmos XK级世界摩语情景的开始 与为S.C.P.001与任何形式开始活动 工作人员被要求立即参考Petmos序列情细指令 紧急指令Petmos的解码演算法 被保存在塞灵被指派的监察者处 并且只在S.C.P.001开始活动的情况下 才传输到S.C.P.基金会的办公室 在紧急指令Petmos当中 有着一项或多项重要角色的工作人员 被建议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和一种或多种组织的亚伯拉罕体系的宗教保持良好关系 随身携带或手持以下物品 由一位主教以上的亚伯拉罕体系宗教教师所祝福过的圣水 玫瑰念珠 耶稣受难像 十字架 或其他象征物 一份亚伯拉罕体系宗教新本 托拉 圣经 复兰经 以及可随身携带的标准印记补给品 避难包 在迁徙年降临情境下 所有重要的人员都被指派一名 非亚伯拉罕体系宗教信仰的副手 这名副手将会被告知 原人员的亲戚指令Petmos的备份的地址 以及魔影抹杀触媒的接种 并且准备好在必要情况下 接替原职的任务 对所有其他涉及到可能的 Petmos-XK级世界末日亲戚的SCP保持熟知 描述 SCP-01是一个人型的个体 大约700万尺高 位于迪格里斯河和诱发拉底河 交口处附近的一个秘密地点 关于这个个体有下列已知特征 从个体肩膀、背部、脚踝和腰部 伸展出的数个发光的异装形态附属物 尽管不能进行精确的计算 大部分观察者给出的翅膀数目 从2到108个不等 平均数为4 一件武器可能是一把剑或者刀 SCP-01-2 通过光谱分析 这把武器看起来放射着温度足以劈底太阳的火焰 虽然这极度的高温看起来没有对周围的地区造成任何损害 任何接近SCP-01一公里以内的个体 会立刻被这些武器攻击并彻底消灭掉 对SCP-01采取任何形式的第一行为 都会导致攻击者的毁灭 不管距离多远 参见事故报告 印度洋潜艇导弹实验 2004年12月26日 SCP-01保持战力 双手余生前握持SCP-01-2 让其剑剑向下 低头成祈祷状 自从建立者在 年前所记载至今 SCP-01未曾改变过这一姿势 曝露在SCP-01面前的人类 报告说在脑内听到了一个声音 向他们下达无法违抗的指令 最常见的指令是忘记 导致实验对象在SCP-01附近走开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遇见他的记忆 但是在罕见的情况下 也会出现其他指令 最著名的指令就是下达给建立者的 准备 促使他成立 来分类和保管对所有当前人类存在 造成严重威胁的超自然以及异常物品 这就是现在被称为SCP基金会的组织 观察者报告说 SCP-01站在一扇巨大的门前 长距离摄影偶然间探测到 门内是一片田园树丛 里面还有无数和SCP-01过程相似的个体 还有几棵构成未知的果树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在树丛中间有两棵巨大的果树 其中一棵被注意到 看上去是一棵普通的苹果树 但是另一棵树上的果实 则完全不为地球上所知 被描述为 建立者公开评认他相信 SCP-01所守卫的门 可能就是 根据古巴比伦文书和斯海古卷的对比可知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推断被命名为SCP-01的个体 可能就是 附入001-A 重新实验 SCP-01-2的有效杀伤范围 实验内 一名地检人员被要求尽可能 突不接近SCP-01 结果 在和SCP-01发生视觉接触时 实验体被命令离开 实验体立刻转身离开SCP-01 尽管重复多次指示要求继续实验 第一检人员拒绝遵守命令并被处决 在第一检人员被处决时 所有涉及到实验的研究人员都被未知的力量消灭 推测是SCP-01-2 实验B 一台遥控研究用机器人 被控制从地面接近SCP-01 结果 在距离SCP-01一公里的时候 研究机器人被消灭了 推测是SCP-01-2所为 所有后续的遥控证查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实验C 100个预先以程式设定好的研究用研针 并命令从多个角度同时接近SCP-01 结果 协调非常成功 100架研针同时通过了一公里标直线 然而100架研针同时被SCP-01-2所消灭 指派在赛林的观察者报告说 SCP-01-2看起来同时向所有的方向发动了攻起 SCP-01在过程中自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实验D 从三公里远处发射了线导导弹 结果 SCP-01-2在武器穿过一公里距离时将其消灭 与此同时也消灭了发射场 并杀死全部人员 实验E 从SCP核潜艇鹦鹉罗号上发射的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 结果 参照印度洋潜艇导弹实验报告 2004年12月26日 实验F ASCP-076和Omega-7特检队 被指示徒步接近SCP-01 结果 ASCP-076拒绝执行任务 尽管并没有得据任务的性质 在被问到为什么的时候 ASCP-076回答说 不 就是不 实验G ASCP-073 由于实验F的结果 ASCP-073在到达赛林之前 没有被告知它的目的地 结果 ASCP-073突兀接近地点 在看到ASCP-001的时候 ASCP-073变得非常悲伤 并要求中断实验 ASCP-073被秘密继续实验 这时 ASCP-073额头上的符号变成了 实验由于 的缘故被终止 参见附录 001-AA 附录 001-AA 通过总管理员的命令 不再对ASCP-01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不许再让任何SCP 曝露在ASCP-01前 ASCP-01不可用于处理危险的 ASCP细节部分 请阅读修订版 收容措施 附录 在 基金会工作人员 接到下面这条错误资讯 启动警席指令 Petmos Omega 请注意 做基金会工作人员 今天早上大约 的时候 收到赛林传来的下列资讯 ASCP-01 离开了他的位置 大门开启了 他们在前进 哦 上帝啊 这真美 由于这事件和最近SCP-095的众失效 SCP-616的开启 和SCP-098的火化的共同作用 基金会被要求立即开始准备 应对SK级世界末日情景 SCP-076和SCP-073要立即被关押 素人员需解锁和解码紧急指令 Petamos Omega 并且遵守里面的命令 赛十九要被确保 并且一切非必要的SCP和人员 都要被立即处决或销毁 重复 由于这一事件和最近SCP-995的收容失效 SCP-616的开启和SCP-098的活化的共同作用 基金会被要求立即开始应对 SK级世界末日情景 SCP-076和SCP-073要立即被关押 素人员解锁和解码紧急指令 Petamos Omega 并且遵守里面的命令 赛十九要被确保 并且一切非必要的SCP和人员 都要被立即处决或销毁 重复 由于这一事件和最近SCP-995的收容失效 SCP-616的开启和SCP-098的活化的共同作用 基金会被要求立即开始准备应对 SK级世界末日情景 SCP-076和SCP-073要立即被关押 而SK级世界末日情景 而两楼做人员解锁和解码紧急指令 并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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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传输起初被认定适合作剧 然而进一步的检验显示 这条传输的时间标记在 年后的未来 因此可以推论 以上就是SCP-01 简单地说SCP-01是一个巨大的人性个体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暗设纪录波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这个SCP的典故就是来自这里 SCP-01同时也与圣经中的世界末日有关 而基金会收到一封来自未来充满了乱麻的讯息 暗示着这个末日将在未来的某天发生 文中有提到其他几个SCP 073和076就是圣经中的该银河亚伯 这里的SCP-995 SCP-616和SCP-098 都是旧的已经被删除的SCP SCP-098是一个洞穴 被宗教人士声称是通往可怕地狱的入口 对SCP-098的探索都没有结果 在某次探索后 探索对失去联络 后来洞穴被封锁 SCP-995是一个需要用圣水适用的神秘物体 所有直视他的人都会失去视力 机器受到损害 试图回响会导致昏迷 一位人员有办法成功回响 并形容它是无限恶魔机器 之后这位人员四杀 最后SCP-616是神曲中 淡定前往地狱的门 因为之前介绍过蛮多001的 这里就再解释一下 SCP-01的文档有非常多个 在基金会的设定中 有一份或多份是真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SCP-001 关于那个奇怪的等级 一些早期的SCP会有多个项目等级 另外也表示不同的状态 在一般情况下 首门者是Eucaly 而当末日来临时 就是Keter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最后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个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首领S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